我是觉得这次国安局在处理这件 叫做华天下之大鸡的一件事情 就是全世界 我相信其他的特勤单位看到的话 一定会觉得这些太搞笑了 这看起来不像特勤 他连搬家公司都不如 你说这搬家公司 搬家也不会搬的那么狼狈 这感觉像是一群没有经验的人 到了一个地方去 然后感觉是咱们要准备打包 要这个 不晓得出错 我都不好意思用逃难的两次来写的 反正就是很难堪的 尤其你还穿的是这个 国家情侣的这个制服 那么去做了一件这么奇怪的事情 你今天要去拥有国家名气 最高地位的这么这样一个人 你的格局怎么会是这么的 哎 咬鼻子小眼睛吗 今天有哪一个建筑师干冒风险 干冒建筑师执照被撤销的这个风险 去帮他做签证 这么说 我证明这一栋不是伪建 如果你拿不到这个证明 说不是伪建的证明 你就没有办法去申请权状 当你没有办法去申请权状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去进行物权的后续转移 你没有办法进行后续物权转移 请问你要怎么去信托 你无论如何 这个房子的本身是有争议的嘛 当然民进党那边拼命的漂白 说他不是伪建 那么新北市政府依法行政就说这就是一个伪建 你不论是伪建还是不伪建 他就是有争议 这么一个有重大争议的一栋建物 一栋建物 他当然不会是公僚 因为他是在那个地方的原址上头重建 他连改建都不是了 因为他连地上的基础 没有留下一砖一码 你说你原来这个住过的公僚在里头有什么地方有有他的这个生活的遗迹 你说那个地方要把它变成叫做矿工生活纪念馆 你矿工生活大家去了以后说 原来当年这些为私人公司工作的这些矿工 他的生活其实蛮好的 比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生活多好 你这个事情就太讽刺了 如果你就太好笑 太搞笑 如果你今天真的是矿工的生活纪念馆 你首先必须要修旧如旧不是吗 我们我们从这个一个最基本的角度 你今天如果他本身原来是公僚 你要让他继续有你的这种公僚的感觉 你要修旧如旧 而不是把旧的全部挖掉了 没了清光了 然后盖一栋全新的洋房 而且这个洋房还是四连栋的概念 就从前面一开始一直往后连 感觉像做成一条龙一样 所以有人说那地方是龙穴 是不是龙穴我不知道了 不过从那个建筑物的往后延伸的样式 头大为小 头高为低 他确实是把它做成像一条龙 所以刚刚讲说宪兵在里头四个人抽一桌打麻将 不知有没有 如果真的有人在里头打麻将 可能经常出现一条龙 这个麻将自摸一条龙 哇 那个地方 这个不错 所以呢 我是觉得这一次国安局在处理这件 叫做华天下之大鸡的一件事情 就是全世界 我相信其他的特勤单位看到的话 一定会觉得这些太搞笑了 这看起来不像特勤 那今天 我们从那个 厕守的那个录影的片段里头看 他连搬家公司都不如 对吧 你说这搬家公司搬家也不会搬的那么狼狈 这感觉像是一群没有经验的人 到了一个地方去 然后感觉是咱们要准备打包 要这个 不想着去做 我都不好意思用逃难这两次来行动 反正就是很难堪的 很难堪的 尤其你还穿的是这个国家勤务的制服 那么去做了一件这么奇怪的事情 我是觉得全台湾的人 如果你的心是不偏不倚的 因为如果你的心是偏的 我们当然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就是说如果你的心是不偏不倚的 你就从一个很持平的角度 你在看那个画面里头 所发生的这些事情 就在你的面前呈现 他已经不是看图说故事了 他是真真实实的在你的眼前 演出国安逃难器 那我觉得 在我的群组里有很多赖清德的支持者 他就开始纷纷传东西给我 跟我讲说你看 这个年代 谢震武或者是其他的节目 年代很特别 就是大概是压保赖清德了 因为在台南 他们也是赚了不少钱 然后在那盖了不少的这个土地 那现在一个问题是说 他们就说你看 这个侯友仪不是也在文化大学附近的大巡馆 也在那 也是在那 饱收这个租金 当这个大房东 然后还提到柯文哲 不是买了一块农地 在上面弄了水泥 然后再租出去当停车场 这个叫做以非法攻击合法 以国安攻击私有财产 这个能够这样子比的吗 我们在学校教学生写论文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做比较研究 我们在教比较研究法的时候 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叫做千万不要拿苹果跟芭蜡来比 那么这个年代那边也好 或者谢真武律师那边也好 不管他们怎么样 你所犯的一个禁忌 就是你把苹果跟芭蜡来比 他在文化大学附近的那个馆 那个是他的私人资产 是不是侯友仪自己的我不知道 一定是跟他的家有关系 所以才会被人家这样子说 可是那个是私人资产 请问私人资产违法吗 你私人资产是合法的吗 然后他把整栋 在这个为请这个专业的租赁公司 然后他们之间就签了约 那个租赁公司要再怎么去处理 那是二房东的问题吗 对吧 就是说如果以我们今天这个法律 民法 它是属于民法的概念 我今天委托出去 这个受委托者 他在进行他的其他的这个租赁工作 这个一切都有合约可走的 重点是他在购置这个房产的时候 他是有合法登记的 他有建造 有使用执照 然后他有完税证明 他什么都有 他该缴的税每一年没少 人家是苹果 你一个违剑 你是个芭蜡 你拿一个芭蜡去攻击苹果说 你长得跟我一样 苹果会说 我们俩就完全不同 你在跟我讲什么 对吧 那柯文哲的那个农地 他唯一能够去攻击的就是说 那个地方他就已经变成不是农地了 或者是某部分不是农地了 因为说把这个一些地方变成了是这个停车场 专门可以停这个游览车的这个停车场 你唯一能够攻击的就是这个 可是人家是不是合法的呢 他有没有在一定的百分比例之内可以去做这个合法的用途呢 就好像我们知道农地 他有一个百分之多少你可以拿来去盖农舍嘛 他不是有一个合法的比例吗 那一样的嘛 你也是拿一个不合法的 你去攻击人家合法的 那你能够做的是什么 你去检举啊 你觉得柯文哲没有被检举吗 柯文哲怎么会没有去检举 柯妈妈的家的伪健不就被检举了吗 那柯妈妈的家伪健被检举了 人家鼻子摸一摸马上就自己把它拆了 人家有说第二句话吗 是吧 那你今天等于就是说 我自己完全站不住脚 然后又说要去如何如何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人觉得有需要这样吗 你不是小孩子在打泥巴掌吗 今天我们对于幼儿园的小孩子 你可以用这一套嘛 对不对 老师他打我 老师问说 小明为什么他打你 因为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就去把对方找来了 然后对方就说 老师他也打我 其实全班都在互相打来打去 网内互打 网内互打 结果你是在幼儿园吗 你今天是在选中华民国总统 你在选2300万里头的最高 能够去引领整个台湾走向世界的 结果你在这里玩泥巴掌 哇 我觉得这真的是让人没有办法去理解 这些人是属于有读 真的真的有读过书的人吗 真的去哈佛读过公共卫生吗 怎么这么不卫生啊 我真的 我真的在这里 针对这件 这有点不成比例了 我觉得 你拿苹果跟芭蜡比 这个事情就已经违反研究的基本概念了 你不符比例 如果今天你能够举出来说 我今天在这个万里的公疗伟建 这个柯文哲也有 他有一个农舍伟建 然后这个何友宜 他在阳明山文化大学附近 也有另外一个伟建 你拿伟建比伟建 我想大家没什么话讲 是吧 可是你拿一个伟建 去抹别人的合法建筑 只不过因为你拥有了麦克风的发言权 我觉得这件事情 天底下没有 并不是绝大多数的人是没有脑子的 反过来是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有脑子的 那有脑子的人 他难道不会觉得 你就是在打幼儿园的娃娃仗吗 就是那个 你就是什么 有娃娃兵 娃娃兵在丢泥巴 就只是这种感觉而已 然后别人被你丢了以后 就摸摸身上说 哎呀我的天啊 你怎么会是这种层级呀 那这种层级 你所表现出来的这么的幼稚 然后这么的这个不经思索 你纯粹的就只是想把别人拖下水 而你又没有办法真正把别人拖下水的时候 就只会让人看穿你的真面目嘛 就你的真面目 那内心人现在公益信托啦 对不对 他家里大地条件啊 如果矿工生活 矿工的问题一体解决的话 那个前提 不晓得要什么时候才能够解决 而且他要把全台湾的矿工 一起解决以后 他才要做这个事情啊 那我就很想问这个问题 因为我发现这几天都没有人在问这个问题 所以我透过柯批这个节目呢 我现在就来直接的问这个问题 那你做了行政院长这么多年 你做了副总统这么多年 你可以说副总统没有实权了 可是你起码有国政建议权嘛 对不对 以前我们说副院长 行政院副院长也没有什么实权 因为实权在行政院院长上 我现在发现郑文燦 他跑的比那个 比那个院长还多 新闻曝光度比院长还多 话最叮当的是郑文燦 而不是 那他负面的 是吧 你东西长 好 出现他的那个 可是你赖清德 你起码当过行政院院长 你当过行政院院长的赖清德 请问在你行政院长任内 解决了吗 或者是你在当你立法委员的任内 你怎么不曾经为这些矿工请命呢 是吧 然后你现在因为你家的违建 解决不了了 被人家抓到了 然后你又不承认错误 这个时候你突然喊 哎呀 我是这个全台湾的这个矿工的命运共同体 我们大家一起来吧 人家干嘛要跟你一起来 人家干嘛要跟你被拖下水 我今天上午看到了一个直播 就看到了万里 他们家附近的一个阿伯 骑了一个摩托车 七十多岁 他说 人家的家里出问题 跟我挂钩什么 你了解是吧 就今天我们如果今天从一个 最简单的检举的概念 就是说某人被检举 说啊 这个我被检举了 如果你跟来拆你家违建的人说 那一家也是违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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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通通是违建 那等把他们的拆了 再来拆我们家 你知道那个公务局会怎么跟你说吗 公务局说 麻烦你打1999 你先去报违建 你报了违建 确认是违建 我们就会继续来拆 而不会说 等其他的人 我们大家一起来 你跟人家在命运共同提什么 没有啊 你家的违建 现在长得就跟别人不一样啊 同意吧 你们家的违建 摆明了 现在就是一头小龙 在那个地方嘛 是吧 四连洞 这么清楚 然后旁边还有这个鱼池花园 我们都不忍心在这个往下去讲太多了 因为画面已经很能够说服人了嘛 所以关键点是在于说 你今天要去拥有国家名气最高地位的这么这样一个人 你的格局怎么会是这么的 小鼻子小眼睛吗 还是什么 就是你会让人家站出来了 已经就是说在做危机处理了 不是 问题是这个公益信托基本上从法理上是不可能的任务 对那不是你的 第一个民进党也好 赖清德也好 都在第一时间说不是我的 所以我们前面刚刚本来我已经要讲了 你帮一个美国人 或者是你帮一个在美国的人 我们讲说在美国的人了 这样比较安全了 你帮一个在美国的人喊说 我要把他公益信托 你儿子又不是未成年 你也不是他的这个监护人 你能够帮你儿子宣布吗 你能够帮你儿子宣布吗 对你要先 对 再来第二个 你做权杖拿来 房屋做权杖拿来 管理怎么行动 你得要经过合法登记 那前面我们刚刚前面讲过了 你就没有合法登记 你从建造就没有 你从实用执照也没有 你什么都没有 你在什么都没有的状况下 你说你要去合法登记 你要合法登记 你首先要先经过第一关 你要找到有建筑师 愿意来出去证明 证明你这栋屋子不是伪建 现在全世界除了新篇的人认为那不是伪建以外 公家机关新北市政府是主管机关已经认定他是伪建 今天有哪一个建筑师干冒风险 干冒建筑师执照被撤销的这个风险去帮他做签证说 我证明这一栋不是伪建 如果你拿不到这个证明 说不是伪建的证明 你就没有办法去申请权状 当你没有办法去申请权状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去进行物权的后续转移 你没有办法进行后续物权转移 请问你要怎么去信托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在下方点下订阅按钮 也别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谢谢大家